中和国中庆祝36岁 校内学生打扮创意又细径的造型 一起来庆祝学校特别的日子 连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打扮得超级可爱 所有家长和贵宾的目光 全部都集中在这群可爱的小娃儿身上 章和国中力推环境教育 富有代表性的校鸟喜鹊 也被打造成喜鹊窑 要推广食农教育 让学生有更多元的学习和接触机会 透过环境教育食农教育 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健康快乐的环境下 友善成长 未来的总共有另外有36个年头来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为了我们所有的孩子的教育 大家一起努力 校园内学生最喜欢的当然是园游会 各个摊位都有自己的特色 希望吸引顾客来购买 因此气氛也很热闹 新式播有新电视身为在地媒体也参与其中 和家长会一起卖干冰汽水 同时也送给欢喜班的学生享用 希望大家一起热闹过校庆 今天的所得也全数捐给学校使用 新式播的话当然也是地方的一个有性电视 当然跟地方的互动 关心地方的活动 我想也是我们平常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今天有一个 当然有一个校庆的活动 当然一个园游会 那有一个爱心的摊位 当然我们希望说 借助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 能够发挥我们所有人的爱心 把爱传给大家 把爱带给我们这个地区所有的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身为第一届张合国中的校友 也是宜安里里长的刘金吉 为母校的成长感到相当开心 看到现在学弟妹非常的幸福 想当初我们第一届的学生 可以说是连围墙都没有 那看到今天不但有体育馆 有篮球场 那甚至连营养午餐的也都有的 那也在此要祝福他们 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下 能够有更好的学业成绩 张合国中36岁 无论老师学生或是已经毕业的校友们 都开心一起庆祝 自2012年校长范小荣上任以来 每年平均增加两班 家长以实际的行动 表达对张合国中的肯定 中佳新闻朱凤志黄军委综合报道